新的一周开始了 大家钟好 经过了四周的上涨 马股已经涨了四周 那么接下来还会继续上涨吗 从欧美股市来看的话 继续上涨的概率还比较高的 那马股这边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之后 会越战越勇 还是会昙花一现 大家好 我是HOMEJ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盘减评的节目 我们先看一看亚太股市 接着到中午时间 亚太股市多数时间上升 账幅较大的是斯里兰卡 日本创业版 越南或者民事 跌表多的是国企指数 红筹指数 以及恒生指数 当然跌幅并不大 是垫底了 马股市处在涨跌的边缘 接着到中午收盘的是 占了1.29 降幅在0.09 马股的分时走势 今天早盘呢 就有一些震荡 震荡幅度有点大 到十点半的时候呢 有尝试突破前期高点 但是没有有效突破又回来了 接着到中午时间呢 我们看到它在黄线区域进行震荡 所以下午如果说能占个黄线往上的话 并且能够突破前边高点的话 有望开始继续上攻 要不然呢就容易继续震荡 到目前为止呢 从蜡烛形态来看的是一个十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趋射资金的状况 之前我们也知道 基本上1508附近的位置 是一个强阻力是吧 最近很长时间也没有过去 现在最高到了1510 但是目前的话是1507啊 很快又回到了1508以下 所以说当一旦突破1508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上涨了 从趋势角度来看呢 目前还是上升趋势 但是上升的幅度有一点慢了 从下边的资金状况来看 外资今天有明显增仓 还是不错的 我们也看一看60分钟 60分钟这边呢 外资的比例呢 没有再减少了 但是也没有明显增加 所以暂时是维持的情况 从这个分程图来看呢 还是在红圈里边 但是如果下午的第一个小时 收音线的话 就容易变成白圈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 上涨的股票是289 下跌的股票是458 这么来看的话 是有倒挂现象出现 平盘的股票是386 从行业来看也是倒挂 现在目前只有 五个行业是上涨的 然后八个行业是下跌的 虽然指数小幅上涨1.29 但是说无论从个股来讲 还是从行业来讲 都是倒挂的 所以说不太健康 下跌比较多的行业 依然是healthcare 脏幅较大的 是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涨了0.57 其他的基本涨跌 都不是特别大 好我们先看一下 telecommunication 这个电信行业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 今天再次出现了红圈 下面的外资状况呢 是有不明显啊 就是微幅的上涨 当然从60分钟来看的话 还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暂时还是倾向于保持保守 technology这边呢 是高开往下 目前是 从资金状况来看呢 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只是傻乎有一些增加一点点 consumer的继续上涨 目前是十字 但是下边的资金状况呢 堪忧 外资率有减少 transposition这边呢 目前是十字 下边 中央没有啊 外资也是非常少量的 今天utility是冲高回落 从资金状况来看 今天也是有小幅的萎缩 瑞斯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中短期的下趋势 从资金状况来看的话 它逃出的还是比较快啊 跑路还是比较快的 finance service这边呢 今天也是个十字 从资金角度来看呢 今天外资有所减少 fantation呢 今天是高开低走 目前来看 外资也有所减少 当然趋势还算是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看一看60分钟 也还是在萎缩的 energy这边呢 继续震荡横摆 从资金角度来看 还是比较少的啊 没有庄家 外资也是比较少 因达水这边呢 是平开低走 目前来看呢 外资也有所减少 庄家是没有的 construction呢 今天继续下跌 嗯 外资状况也是继续减少啊 这个外资就减少 庄家是没有的 property呢 今天是低开低走 形成了一个 倾盆大雨的走势 如果明天再跌的话 就不好玩了哦 从自己角度来看 下边的外资也是有减少的 庄家是没有的 还有scare呢 今天继续大跌 嗯 我们看到 这个外资已经消失了哦 消失了好几天 然后散户再次大幅增加 是吧 庄家是没有的 从今天涨幅榜来看呢 上升超过18千的股票 有19只 下跌超过18千的股票 有10只 然后我们看一看 涨幅榜里边的个股 那今天5568的账比较明显啊 账了15% 其实它从上个礼拜 4就开始暴涨 嗯 然后庄家大幅增仓 外资呢 其实从 7月28号就开始大幅增加了 所以说 你有这个软件的话 就会比较明显的啊 可以看到 可以把握到 然后这一天呢 是涨了15个巴仙 今天也涨15个巴仙 763呢 今天账幅比较明显 嗯 庄家比例增仓比较多 而且散户消失了啊 包括现在外资 增仓也比较多 7205 7025 嗯 外资和机构略有增加 所以说 只能算是一个反弹 T181这边呢 今天庄家增仓也比较明显啊 外资也比较明显 因为震荡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短期有 有所表现 7033上个礼拜五的话 大涨 今天也继续上涨 18星以上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情况 嗯 其实是在上礼拜五 散户消失了哦 然后外资增上很多 今天也继续在上涨着 7073呢 今天红圈 然后在资金来看呢 也是有明显增加 5024 504呢 上个礼拜五也是账了比较多啊 然后今天庄家表增仓 外资又增加 然后7246也是不错啊 今天庄家和外资都大幅增仓 然后7232呢 突破平台 外资和庄家都有明显增加 啊 729 7692也是不错的啊 那你的股票怎么样呢 有没有抓到这些超级牛股呢 啊 如果说你也想学到这种捕捉牛股的方法 就可以一定要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复盘课程哦 这个是呢 上上个礼拜听完我们的课程啊 已经上了我们的集训营之后 他就发现啊 老师选的这个share都是啊 非常不错的是吧 然后 他也想获得这种选股 选牛股的能力 到底怎么去抓这个牛股呢 对吧 这个是今天一个学员抓了这个 high tag啊 你会发现他赚了3000多是吧 这个也是啊 赚了这个9075 0251是吧 赚了不少 如果说你也想要稳定的赚取股市利润的 一定要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复盘课程哦 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呢 是复盘课程啊 晚上七点半 对吧 他们都是学的复盘课里边的一些选股的方法啊 以及交易的方式 变成每天的大牛股都能抓到 如果说你也想每天抓牛股啊 一定要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复盘课哦 想要报名的同学 巴送您的全名道 01111514532就可以了 好吧 如果说你还想 学习一些新闻呢 或者说一些数据啊 是吧 比如这种数据啊 这种那个个股的一些新闻呢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谷歌江湖学习频道 想要加入的话 就回复TL给我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晚上不见不散 小丝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